哲学家陈古硬说,凡中国文人,到了四五十岁年纪,都会不自觉成为庄子的粉丝。 无论帝王将相,世家官宦,还是文人默克,范夫走卒,都会把庄子作为修身的典籍。 而在庄子众多的作品之中,逍遥游无疑是影响最大,传播最广的经典之篇。 李白称其为,土争荣之高论,开浩荡之奇言。 鲁迅赞其,汪洋辟合,一态万方,万周诸子之作,莫能先知。 于秋雨说,智人无己,神人无功,圣人无名,逍遥游是我的人生理想。 曾几何时,读《逍遥游》只觉得,雄奇怪,但想象奇鬼。 直到深入品读,才发现其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不俗的气势和观点。 那硕大无比的昆蓬,有着遮天蔽日的身躯,能够驾驭狂风,翱翔于天际。 但他的成功之路,背后却隐藏着三种强悍的思维,叙事、谋事和戒事。 而我也是在读了多遍之后,才领悟其中的真谛。 逍遥游的开篇就讲到一只大鹏鸟,它的翅膀不知道有几千里,每当乘风而去的时候,双翅就像天边的云彩一样绚烂。 大鹏鸟是乘风而去的,什么时候的风呢? 去以六月息折也,六月刮起的大风。 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,大鹏鸟选择在低调中保存实力,在折服中修炼内功,直到六月来临,才一朝腾飞,惊艳世人。 蔡根坛说,扶酒者非必高,开仙者泄毒枣。 人若想要一飞冲天,必先经历黎明前的沉寂,必先学会在孤独中默默蓄力。 竹之舞,凭借一己之力,劝退情诗之前,只是挣过一个小小的仰马官。 他满腔抱负,才华横溢,但始终无人问津。 怀才不遇的岁月里,他深感悲愤,却从未自暴自弃。 他独自游历各国,分析天下形势,又博览群书,不断丰富知识和阅历。 公元前630年,秦靖联合攻打郑国,郑国危在旦夕,郑国重臣一只狐,发现了竹之舞, 断定此人,定能拯救郑国与水火。 果然,竹之舞凭借三寸不烂之蛇,成功劝退了秦国的进攻。 试想若竹之舞没有经历前半生的沉淀,就不能在国家危难之际,化解僵局。 若他没有熬过前半生的孤独,就无法,一朝阳明,受到世人称颂。 古语有云,胶蛇出折是近也,以此存身是后动也。 蛟龙和百蛇在出折的时候,潜伏不动,是为了后期能够更好的盘飞和爬行。 人世间所有的收获,都是默默叙事的结果。 诸葛亮在受到刘备三股茅庐之前,在南洋默默耕种了十年。 从十七岁到二十七岁,风华正茂的年纪,他一直在公耕折服。 江子牙被鸡昌重用之前,在渭水之兵,直沟钓鱼,时间长达十六年。 直到七十岁,才平步青云,从一届平民,成为周朝国师。 你才说过,谁终将生振人间,必长久身自尖末,谁终将点燃闪电,必长久如云飘泊。 所有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,背后必然暗藏着今年累月的深耕与潜伏。 要想有出头之日,就要扛得住磨难的击打,历经漫长的积攒和努力。 当你不断提高自身修为,熬过眼前的困境,只能扭转乾坤,迎来命运的破局。 谋事 逍遥游中,大鹏鸟立志要飞到九万里高空。 寒蝉和小灰鹊看到了,就嘲笑它说, 我从地面急速起飞,碰着榆树和檀树的树枝,还常常掉落到地上, 你居然一想天开,要飞去九万里的高空,注定要失败的。 大鹏鸟面对两只小鹊,浅薄无知的嘲讽,难道不会深感气愤,想要反驳吗? 但它始终没有说话,它从始至终只做一件事,那就是飞,等风来,然后乘风起,这就是谋事。 所谓成大事者藏于心,行于事,不谋于众。 真正有大成就的人,心中有笃定的想法,不会因为别人的三言两语,就动摇。 他们能忍一时之义气,谋大事之安宁。 唐朝末期,朝廷政局变得格外复杂,除了藩镇战争外,党派之争和宦官专权更是非常严重。 唐穆宗上位之后,曾和他争伪的皇子,都被他安上各种罪名杀害。 唯有一人侥幸逃脱,那就是十三皇子李晨。 彼时李晨每天装风卖傻,自愿成为整个皇宫取乐的对象。 眼见弟弟如此吃傻,唐穆宗也就彻底放下心来。 公元八二四年,唐穆宗去世后,他的儿子文宗和武宗相继继位。 然而两兄弟对自己的叔叔李晨都充满一股莫名的鄙视与敌意。 他们在大雪纷飞的寒夜中,将醉酒的李晨扔在雪地里,还趁李晨不备之时将其五花大榜扔进了茅厕的粪坑中。 种种屈辱,都被李晨咬牙忍受了下来。 后来,文帝五帝相继离世,李晨被宦官们推上王位,准备扶持他做一个傀儡皇帝。 直到此时,李晨才卸下伪装。 他一敢往日地呆傻,变得十分精明,让一贯宦官们的如意算盘落了空。 他还历经图治,出手解决了四十多年的党患之争,从根本上扭转了大唐的颓势, 最终成为一代明君,受到世人千古传颂。 苏世在《假疑论》中写道,君子之所取者远,必有所待,所救者大,必有所忍。 君子要有所成就,必先学会隐忍。 忍是一条线,能是一条线,两者之间就是生存空间。 当你忍得住屈辱,就能谋得了大事,自然能等到出头之日。 戒事 孟子说过, 一个人即使聪明,想要出头,也要学会顺势而为,审时夺势。 虽有出头,想要种好地,也要耐心等待天时。 逍遥游中有这样一个细节。 六月的时候,大鹏鸟扶遥而上,直冲九万里高空。 它是怎样一飞冲天的呢? 水积三千里,团扶遥而上者九万里。 风之积也不厚,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 此时海浪汹涌,水面积起三千里的波涛。 巨大旋风拖着捧鸟的双翅离开了地面。 如果风聚集的力量不够雄厚, 那么即便强大如捧鸟,也无法挥动起巨大的翅膀。 成功需要借助于形势, 人的逆袭也需要瞄准时机,顺势而为。 期末时期,陈胜吴广起义, 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, 点燃了百姓心中的反抗之火。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, 刘邦顺势走上了反秦之路。 后来,刘邦与项羽各自攻打秦朝的部队, 二者较量之中,刘邦抢先进入寒谷关。 不同于项羽的威震狠辣, 刘邦高举民心所向的大旗, 彻底改天换地。 而他,顺应实施的行为, 也为自己招揽了天下英才, 最终帮助自己, 实现了霸业。 从一个小小的似水亭长, 到在定陶返水, 登基称帝, 刘邦的成功就在于, 善于借助实施。 孙子兵法有云, 因事而变, 为之神也。 一个人即便能力再强, 也永远都不能战胜时代的力量。 如果能让周围的一切都为你所用, 你就能很快打破命运的局限。 胡雪岩年轻的时候, 只是安徽寄稀一户钱庄里的小伙计, 但后来时局动荡, 她意外结识左宗堂后, 开始贩运军火, 输送粮食, 逐步打通了商路。 宁波、上海等通商港口开放后, 胡雪岩开始与洋人做起了生意。 借助当时混乱的局势, 她很快积累财富, 成就了红顶商人的威名。 说愿剑本里有言, 鱼乘于水, 草木乘于石。 鱼借助水的力量才能游动, 草木借着季节的变化才能够生长。 很多事情只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, 但是在时代的风口之下, 再难办的问题有轻松化解的途径。 好风凭借力, 送我上青云, 善于借势才能更好打破命运桎, 实现人生的逆袭。 有人说, 平生不读逍遥游, 纵读诗书也枉然。 庄子的逍遥游, 不仅是一篇经典的哲学名作, 更是一种深刻的精神理念。 那些看似荒诞, 无稽的言论当中, 实则暗藏人生最深刻的智慧。 原来, 卓越的人生都离不开叙事, 谋事和介事。 当你能够参透其中原为, 自然能如捧鸟一样, 亦飞冲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